你好 吳姓辰 我們長期就關心廢核這個問題 那只是除了廢核以外 因為我們知道說在國際監督很了解 就是現在運能大家都在投資都在發展 那我是個人是認為說 台灣當然除了太陽能 還有風冷 風力 低熱以外 有一個很大的天然的支援就是黑潮 大家知道黑潮 它每秒可能有一到兩公尺的流速 然後深度它可能有500到1000公尺 寬度有200多公里 它的一秒鐘的流速是6500萬地方公尺 是亞馬遜河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亞馬遜河流量的360倍 那我們知道說這麼好的 全世界第二大的陽流流進台灣的右手邊 這個地方 那我們看這個能源可能在 現在比如說艾爾蘭他們可能在2008年 就已經開始運用洋流發電 澳洲也運用洋流發電 他們現在已經可以生產10億美金 它就可以有一個可以供給兩三千人的 兩三千物人家的島嶼的用電量 那甚至中國也在2010年 就投資了10億美金去研發所謂的洋流發電 因為中國他們我們的黑潮有一部分是流到中國的東海去 那可是真正能使用黑潮最好的國家其實是台灣 那我不曉得因為我原來在現場 我想說我們台灣我們現在所看到就是說 我們本身政府並沒有想辦法讓這些產業界來發展這個運能 尤其像洋流發電這麼好的技術 其實對我們來講 因為德國西門池他們有研究出來說 光是全球的洋流發電可以提供兩億五千萬戶人家的用電量 但這個技術到目前為止 它技術不難 只是需要有人去投注這個產業讓它去發展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在政府在產官學員界這方面的整合 其實因為核電的關係 它一直有一個龐大的利益去讓所有的政府官員不去推動這個綠能 我們有沒有可能就是說以政府的立場去提案立法來輔導這些所謂的洋流發電的技術的發展 因為我覺得這對我們來講是很簡單的事情 我好像很多年前就已經聽過在海洋大學有教授在研究這個東西 但研究到最後因為可能沒有政府的移住就好像也沒有一個規模 所以我在想說洋流發電這件事情 我們能不能併定一個簡單的一個目標 就是說我們今天讓台灣在未來的五年 要運用多少的洋流發電 那需要投資多少的技術去研發 這是第一 其實想請委員協助幫忙 能不能在國會去推動一些這些事情 另外我想請教李二姐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我們知道日本在這些年 去年前年開始他們變得很大很大 幾千億的預算要去發展太陽能發電 但我們相對我們知道太陽能其實在日本它的使用的規模 可能沒有台灣的條件這麼好 那不知道日本有沒有在研究這個所謂的洋流發電 地熱發電這些東西 那我們能不能把一些日本的技術 跟台灣這邊的一些產業技術做什麼樣的交流 我想其實就是說像現在譬如說 很多人都跟我說我們不搞核電以後 那我們會不會得罪很多國家 那像譬如說像雞 雞他們現在幾乎核電都完全不做了 那我們可以跟美國 美國買 你要是就是說想要做一個外交的交換 跟日本你也不要買它的隔電 你可以買它其他的技術像地熱 地熱就是菲律賓跟美國跟日本都非常的發達 那這種方面的話當然都做得到 那事實上台灣本身自己就非常優秀 就像德國國會讀書本它用太陽能光電板都是日本的 日本做了很多銷到外國去 我們其實是有綠能產業 可是我們因為沒有綠能政策 所以我們自己沒有在用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荒謬的事情 而且綠能要發展非常非常快 真的就像日本它只是地熱太陽能光電板 它條件我們日照的強度跟時間 都比日本好太多了 可是我們沒做 那日本只做一年 九州跟台灣面積一樣 它就七個百應爐的份 那而且台灣其實它需要就是尖崩 就最熱的下午兩點的時候 它就呈現一個那個用電高峰 那個時間就是用太陽能光電板 就可以把它用掉 可以把它消除掉的東西 所以是非常非常簡單的事情 就只是不做 那我想其實今天就說這個關於政策 為什麼我們還沒有做 那我想其實包括田委員 很多人都做過很多的努力 那為什麼這癥結在哪裡 或是今天的結語我們就交給田委員好不好 因為他是長年是我們一個反合 非常值得尊重的前輩 謝謝